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为世界被献立的电影《最后一球》 影片讲述的是球星尤里立志的足球故事 堪比梅西的真实写照 在一次中央的比赛中 俄罗斯球队创造了一个绝佳的点球机会 台上的观众无比的兴奋 然而俄罗斯国家队队长尤里却发丢了这个点球 导致球队惨败 现场观众对他投来鄙视的目光和手势 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 尤里被球迷骂作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他声名狼藉的告别了绿营场 从一个国家里英雄变成千副说之 他不知道球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尤里身穿10号国家队队服 这不仅使我想起了同样身穿10号战袍的梅西 他拿下过金球奖、金学奖、奥运金牌、世界足球线上 西甲、国王、欧冠三大冠军奖杯 就只差了一个世界杯奖杯 2006年19岁的梅西第一次征战世界杯 2018年这是他第四次为过初战世界杯 但是梅西的这次表现还是让球迷失望了 当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的那一刻 梅西双手插腰 失望 落寞 他跪倒在绿营场上轻微大地 似乎在给观众道别 或许 这是31岁的梅西最后一次世界杯 回到电影 尤里接管了一只菜鸟足球队 然而这些队员 吸烟 喝酒 烫头 酗酒 聊美 泡巴 炫富 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的体能技能训练 仿佛看到了我们足球队员的影子 但是尤里也无路可退 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他们进行了超乎常人 堪称魔鬼般的训练 不想被人瞧不起 那就用实力让对方闭嘴 这只不被看好的球队 一路披荆斩棘 进入了决赛 只要能够打入最后一例进球 就能代表国家队征战欧洲杯 毫无悬念 进球的那一刻 赛场沸腾 尤里再次向观众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尤里的一风翻盘 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我们往往只看到球星赛场上的辉煌 却忽略了他们训练场上的辛苦输出 观众表示 我们不会因为梅西的一次失误 就辅定他的全部 我们期待英雄再次归来 最后一球已经在全国上映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哦 接下来点击屏幕暂停 看看你抽到哪个足球明星吧